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鸡蛋 花生有理 一粒花生都没有 强调完全没有天工人工香精的天然面包 一块卖你上百块钱 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 还有人大排场 台湾人真的这么好骗吗 我们的食品安全控管 难道是在一个完全无政府的状态吗 我们的纳税前究竟供养了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机构呢 你知道全中华民国政府上上下下 每一年我们编了多少的预算 花了多少人力在为我们的食品卫生把关 这件事情很重要吧 是不是应该要重视它呢 今天晚上的节目呢 我们首先要跟着机察员的脚步 我们要带您直击在卫生机察的最前线 我们来看CNN记者 陈志涵 邱萌庆的报道 要为民众时的安全把关 其实在全台湾各地都有卫生局机察队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 就是台中的海区机察队 马上来看一下他们的工作状况如何 海区机察队还真的是包山又包海 从台中大甲 清水 大雅 外埔 无期等等 一共八大区 但队员加上队长才区区五个人 一大早九点钟不到 五分之二的人力已经突发机察 明年大概预计排六驾 准备要出门了 明明路388个游客 这一家是什么城市 它是大洞游品的下游 我们先看他们是不是还有游品 那如果说有游品的话 我们就是会做封存 或者是请他切解不得再贩售 八个乡镇 路之间有时候很难记得清楚 所以有时候都 还是要靠一下卫星导航 不过我们的卫星导航 比较旧版的 常常找不到路 辖区实在是太大了 路不熟得边开边找 390 388 加之几呢 等你看看 是什么的 388 还没开始鸡茶 光是绕路就绕到了头昏呢 还没开始鸡茶 光是绕路就绕到了头昏呢 没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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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的资料没电话 给的资料没电话 这个老爸找不到 很常常都这样 都给地址 要在这里 可能不知道会缺 要问问 大同给的时候 就没有东西了 就只有 一平路388 他也没有说几段 他们不只是在和时间赛跑 简直是在跑跨栏障赛 最近的还有哪里 工业区 对啊 就要走到工业区 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们鸡茶就是这样 有的工业名单给我们的 就是找不到 找不到啊 平常鸡茶园要追民众的投诉 例行抽检 案量已经很大了 在大同混油案爆发之后 业务量更是数倍爆升 要查卖场 要查杂货店 有没有继续的偷卖混油 还要查同业绿数的流向 偏偏大同所提供的名单 错误百出 也不那么错白跑 就是还是要再找 所以那个资讯的正确性 是非常重要 我们也没有专用司机啊 都是他们自己开啊 有车已经不错了 当然还有摩托车 比较快的方式就摩托车 厂长跳号啊 该跳都跳不到啊 今天这样我们真的蛮累的耶 对啊 我们一天基本的起跳都是七八十公里 去年我们就有派案系统了 一千多 那今年已经有快三千了 所以整个案子 然后最近又刚好 今年又爆发了两次的重大事件 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大同给了这份名单 一堆店家老早就歇业或者搬家了 几个月下来 警察人力几乎都在虚号 这种状况 也发生在民众检举的陈情案 提供的资讯都是破碎片段 您好 本书是卫生局 卫生局 您有什么事吗 今天来看你们的紫菜书 我们跟着警察队 巡线来到了民众检举的 这一家紫菜工厂 投诉内容是有人在油炸紫菜书里 吃到了塑胶生 按读所记 这回地址总算是对了 但可惜只对了一半 这是一个办公室 我这边都是没有原料 可以让你看你现在的原料是很干净 你去哪里做 方北的时候 我们是在清水那边 登记的地址不是工厂 根本看不到生产的整个过程 在上车 车程又是半个小时起跳 这条路呢 那条路吗 那个海口南路一边 海口南路一边 海口南路一边 这些东西 绝对不知道 我住清楚我都不知道说这里 有这个东西 对 这 这边 没有食品工厂登记的铁铁屋 工作台分布各个角落 在昏暗的灯光之下 好几名女工正赤着手 撕开一片片海藻红毛苔 现在穿这样的 你怎么去看鱁鱼 有一个垃圾 你怎么去把它分 这垃圾 垃圾 它这个会打人 不要掉 垃圾 不要掉 所以你穿这棵 有抓到垃圾 垃圾 有 你看土壳 那你都等土壳 就是水产 它主要可能就是 有那种漁 所以这种像 如果这种小海草 没关系 没关系 对 那是正常的 海草 对 对 铁皮加工厂 就盖在田野边 简单的用拉门隔间 原料大多数都是进口的 再简单的挑掉了异物 或者是油炸处理 还外销到邻近的东南亚 它有写到说 业者表示原料都没有清洗 就直接 它就走到内 你不可能说完全都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铁皮加工厂 对 如果说做外销 有时候会叫那个 竹南那边 铺卫箱 帮我做的 对 我们会要求他们 比较严格一点 对 你来吃外销 国外客树 你就不好处理 对 你说 国内客树这个部分 有时候客人 他是会跟我们讲说 那你 请你们以后 要小心 给台湾人吃的 反而可以随便一点 老板娘的回应 让我们很意外 再看看工厂的环境 上头的木梁 已经长出的霉菌了 评出不足 厂房的设备 显然也不符合 食品卫生标准 但这都无所谓 台湾法令是很有人情味的 就算没有食品工厂登记 还是可以加工制造贩卖食品 形成了管理上的一大漏洞 有一些是因为它是地幕的关系 有一些是因为 它就是等于是小型的制造商 那它要申请到 变成说工厂登记 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有困难 很多的那个业者 它其实都是在这种乡间小道里面 特殊的时间经过 或者是说刚好 有什么案子去发现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有这间店家存在 你们的油线 你们今天没油线 你们如果没做油线 你们应该就 要有的 这是要保护的 有你这如果有牛 这样就有了 等一下就有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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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17个人 拍照 存证 就这样折腾了一个上纹 来来回回 跑了四五个区 只查完一件 在后头排队等呢 还有这厚厚的一大件 会觉得很有压力啦 找不到 这个压力是来自于说 要跟时间赛 因为它每一个陈情案件 一到卫生局或市政府挂文的时候 在这时间点之前要把它完成 你可以发现我们的服务员很广 然后每次进去都耗很多时间 其实会觉得压力很大 是因为案件很多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 把每一个案子就是很仔细的 把它查完之后 就是会按照它上面 陈情什么查什么 今天好不容易把好像七八个案子做完了 然后明天又来了七八个 甚至十个案子 就觉得案件量很大 一直做啊 感觉做不完 每个人都希望赶快把工作做好 可是有时候是心有余力啦 这不是个案 大台中所有的稽查员 从科长到科员 一共才27个人 要负责全台中29个行政区 服务员广达2200平方公里 这心有余而力不足 是全台湾每个稽查员 心中最深的感觉 最干净的一句嘛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让你把它外包装 要脱去 用你的包装进来 好 彰化这间很有规模的中央厨房 每天安全的供餐量高达一万一千多人份 除了便当之外 彰化十几所国中小的学童营养午餐 假日活动的餐食都从这里开始飘香 你们这粉类很多对不对 我们每天使用 就是今天需要的量 然后下午才会去领用进来 那原本如果我今天没有用完 那你怎么办 今天没有用完的话 他们就会包装起来先冰箱 好 放下去我要中间那个铁 那边清洁区 这边是准清洁区 那这边的人缘 因为干净度没那么大 如果过去那边 会污染那边的食材 所以人缘是不留用的 卫生 这不过是最基本的门槛要求 食材要先进先铺 避免污染 温度更要统一困惑 这些品牌到底谁都懂 但很多食品业者却无法做到 甚至是刻意忽略 等到鸡茶人员上门 再需应付出一份 而主位是一名 拥有六年鸡茶经验的鸡茶人 业者的花招鬼店 都逃不过他的一双雷达眼 酒精是很非发性的东西 那如果泡很久了 或是你根本没在使用 他们就一直这样放着 喷下来闻到 其实是没有酒精味的 就表示你这个酒精 只是放在现场 让人能看 根本是没在使用的 而在他身边 这位瘦瘦瘦小小 充满学生气息的女孩 她叫做陈依如 她才刚刚从硕士班毕业 考进鸡茶队两年 大案子她会跟在学姐的身旁学习 但平常还是得靠自己单打的走 去市场鸡茶的时候抽烟的时候 可能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摊犯也要做生意 然后我们也要给他抽烟 那有些东西又 单价可能比较高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定的重量的时候 那可能他们就会比较不愿意 那我们要想尽全力跟他沟通 然后又要去遇到这个阿嬤 然后跟他卤 就觉得心情就很 其他人员代表是无权力 但却总是人单力保 总是单枪匹马 面对形形色色的业者 还要承受种种无法明说的压力 夏天风吹日晒的 冬天寒流来袭 一般人连办公室都不想出了 他们却要进入零下十度的超大冰箱 冷到骨头之大阵 如果你是水彩的部分 可能危险度比较高一点 如果温度没有控制好 他可能容易会污染其他的 所以就会请他们要分类 一起排放 然后不可以直接放在地上 有时候要待很久 就是进来如果说量又很大的话 然后你如果知道说你不会进冷冻货 我们可能就会背个厚大衣进来 当一名食安稽查员 身体心理都要够强壮 他们一进去 那个老板可能也不是那么高兴 就直接那个铁就拉下来 然后狗就放进来 他们当然很怕 他们就跳到那个 那个餐饮桌子上面去 然后本来是个阿姨 然后就不愿意让我们抽 然后后来门一打开 就是一个上面是 他没有穿衣服的大哥 然后他就很壮 然后又刺青 然后穿了个内裤就走出来 就跟我们说 你是要走吗 他就对着我们两个 因为我的partner比我更娇小 这样子 然后就是瞪着我们说 你是听不懂吗 你要走吗 他下一刻他就会打你那样子 有人检举说在庙口卖药 那时候现场已经很多 阿公阿婆在等着在那边 你也知道他那个卖药 他们都会有一些赠品 对不对 因为你的介入 所以他们拿不到赠品 所以那个阿公阿婆就有点生气 说小姐人家 人家也只是来这边卖个药 湖口饭吃 你何必这么找茬呢 就骂我 而且还说小姐你这样子 以后生小孩子 会没屁眼 其实我有点难过 遇到那个很配合 他这样直接就给你 然后都不骂你 那个其实也会 也会看起来怪怪的 今天老板怎么没有骂我 人少事多又危险 需要高度的专注 全新的投入 而食品鸡茶 其实只是他们工作的 一小部分而已 这边就是我们各月份的 不同项目的鸡茶记录 从医症 药症 烟害防治 今年几个月下来 鸡案量已经堆得像是座小山了 食药管理全得爆 就像是校长 奸 壮忠 样样都得自己 去查诊所 医疗诊所 这一块的时候 我会比较得心运手 那在食品的这一块 其实我就会有压力 因为有些东西 我必须要从头去学习 那还好是我们科长 他会让我们去上课 所以你上课 其实会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只是说 那个概念跟你到现场去的时候 有时候会 让你有概念而已 可是你没有办法查得更深入 现在几乎都是护理转任的 当这个资格有了以后 他们又转任到其他单位去了 没有这方面相关的专业 现任的机查员 绝大多数都是护理师 医药背景所转任的 食品卫生专长的 相对却少很多 因为工作繁重 留任的时间普遍不长 能够待个四五年 已经算是资深了 从三聚氰胺 塑化剂 毒淀粉 大桶油风暴 凸显出更大的问题是 台湾的源头管理根本是乱了套 一家食材工厂里面 你要去看到食品的问题 其实不是只有靠抽验 你还要包括它很多产制的流程里面 进货 出货 东西从哪里来 查到问题后才能往上追 那你知道要从哪里来 如果在源头发现问题后 也知道它卖到哪里去 那这个在我目前政府的一个 管理架构里面 其实并没有这一块 没有效率 如果这个工具跟这个制度 你不去处理 我能力再给你两倍三倍 它的真正的效能 还是没办法完全发挥 源头管理失灵 让揪出大同混散假油的 彰化卫生局 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还没有办法追查出 所有的下油厂商 稽查人员的脚步在急促 也只能够不破网 距离防患与未染这道鸿沟 又岂在千里之遥呢 2013年5月毒淀粉事件爆发之后 我们才惊觉原来我们的法令 这么不周全 有这么多漏洞 立委诸公们 立刻闪电的修法 把食品添加物呢 从原本的负面表列 也就是说呢 法令没有说不能加的业者 通通都可以加 把它变成正面表列 也就是说呢 政府说可以加的 你才可以加 其他通通不能够加进去 罚款从原本的三万块到六百万 一口气加到一千五百万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看到法令改了 但是没有办法执行 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的政府各个部门呢 事实上他们是各行其事的 比方说卫福部 他们管市场上面的商品 经济部呢 就管油品 海关呢 他们是针对所有添加物追踪管制 但事实上 以上我们提到的各个单位 他们几乎是没有完全的 横向的联系的 添加物进口之后 要怎么用 是没有人在管的 比方说 在大统事件当中 使用在辣椒油里头的辣椒红呢 在国外是一种天然的食用色素 也是很普遍的食品添加物 但是在卫生福利部公告的 食用色素里头呢 却没有这一项 还有业者呢 只好使用化妆品类 把它申请进口 再加入油品里 该列的没有列 在例子当头的情况之下 业者自然 他们会找漏洞砖的 而卫福部 在甲油事件爆发了两个星期 他们不但没有办法 明确地掌握 黑心产品的流向 竟然还爆出了公文外流的大乌龙 这使得政府的共心力 可以说是荡然无存 我们继续来看CNN记者 陈志涵 邱萌青的追踪报道 2013年底 台湾陷入了一场甲油风暴 整个机器这么大 可能不小心 不小心在员工 不小心的情况下 不小心的情况下 会混合到 表示深深的 谢意 这个报 事件爆发之初 老董高正丽老神在在地 从自家工厂走出来面对媒体 他鞠躬道歉 大声喊冤 不小心 不小心 陈志涵 让一刷一刷 有 抱歉 嘴角的笑看得出来 他的心情似乎完全没受影响 他没有发现大祸临头了 因为卖油卖了将近40年的他 不是第一次被怀疑 油品不纯 而他总能够交低抹油 顺利的开溜 还想装傻 但彰化卫生局 经过长达半年的布线抽检 早已掌握了大同厂房里 不能说的秘密 大同特起橄榄油 橄榄油的含量根本不到一半 其他禁用可能还有棉份 具有生殖毒性的棉子油来混充 还加入了加热可能变质 或者产生毒素的同叶绿素调色 让毒油油绿绿的 这个叶绿是在国外 是很高党的健康食品 它一公斤是好几千块健康食品 这是我们台湾不会用 高正丽他大言不惨 还在硬拗 简直是把台湾人都当笨蛋 好夸张 下一步还有了 没人敢吃的油 通路立刻自行下架风策 在全台湾最大的物流中心 满坑满谷堆叠成山 简直就像是个小型油库 你们政府要出来 还有大同年要出来 你政府不能再叫我们盘商 再去吸收那些油 因为我们这没有钱 我们没有钱在帮政府 收那些黑心油了 他说这我不能退 所以我要还给他们 对不对 因为我再跑一岁就花不来 所以我就把它丢上去 消费者投诉无门 经销商写本无归 更可怕的是 大同他只是冰山的一角 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非常的难过 也对社会大众感到非常的抱歉 全球第二大麻油厂副卫乡也中标了 福茂也被查出了买大桶油来混冲 泰山橄榄油被验出了韩桐叶旅塑 身表歉意 我们身身一具功 面对同业的纷纷中枪 鼎心魏家一开始 还端出了北京同仁堂的家传主训 在食品的安全这一块 刚才提过修和无人见 存心有天知 人家问我说 云批是什么 云批就是良心 意思是说 做事情不要违背良心 因为人在做天在看 鼎心收购了老字号味犬 为了成本的考量 也跟大同买低价油 贴牌上架谋取暴力 在没被抓包之前 老董们纷纷的西装革履 高谈道德良知 道貌爱然 背后却不断的隐匿 在卫生局最后通牒之下 才交出了自家问题油 这一拖就是两个星期过去 我以为不知道 有参加这整个同业历史 日上建议 好学生跟坏学生都在作弊 GMP标章微校护航 原来GMP理事长 就是卫权董事长魏英聪 人们这才发现 GMP标章制度大有问题 只差生产线 事后再委托食品所代为检验 而食品所的董监事 其实也都是自己人 相关的董监事 都是大厂的主要负责人 如果是如此的话 那我们GMP的茶厂 我们的公正性在哪里 这些人 他的背后 都有一些门神在指导 GMP他背后的工业局 你监督了多少 GMP他的背后有执行单位 是一个叫做借比协会 这个理事长本来是理性的 这些都是大业子 今天我所知道的就是 以前的执行长 要是跟这个大老板意见不合 走路的是谁 当然是执行长 那请问他能做不错 找了一家球员兼裁判的怎么查 球员兼裁判 GMP的公信力荡然无存 微服部更是进退失去 火上加油 十要署 大统案爆发后的第十一天 大厂还藏在冰山之下 10月30号下午两点钟 石药署突然发出了公文 点名泰山 鼎兴 卫泉等大厂游可能也有问题 媒体忙着在确认 卖场感觉在下降 两个小时之后 石药署竟然又发函否认 可能有更重要的公文 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流出来 让业者有准备的一个机会 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了 这个部分事实上 就在上礼拜的事情 典型有跟大桶长肌买油 原来卫福部早知道 而且时间就在上个月 但卫福部却拖拖拖 包屁隐秘大厂 卫福部沾前顾后整整19天 结果该掌握的 不管是铜叶绿素的来源 还是毒油的流向 统统掌握不了 自己乱 还拖着人民跟卖场在下马 两年前的树化剂事件 5月的毒淀粉事件 早已有前车之鉴了 但这个政府 为什么老师就学不会呢 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通过 其实就在2013年的5月 毒淀粉事件爆发之后 立法院火速的仓促修法 把相关法环提高 马政府也召开国际记者会 要挽救台湾美食王国的封号 这假动作做足了 半年之后 更大的假油风暴爆发了 台湾有个现象 有些东西它不是用食品进口 可是它进口之后 是当作食品用 当你不是用食品进口的时候 卫生服力不是都查不到吗 食品卫生管理法里面 对于食品的业者 本身的规判性的一个条文 跟条款其实是很粗略的 那目前我们的法令 并没有规定业者的进出或资料 要保存 要正确 那我们跟你 要你提供的时候 你要能够完全没有提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说 比如说大同的时间 为什么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才能比对出它的进出或的差异 应该有点像是那个病例的管理 要保管十年 然后病例不可以记载不实 然后我给你调病例 你要能够提供 有这些资料 进入过资料 对自然有些问题 会提早发现 台湾食管法 过度的放任业者自主管理 大厂和代工厂 欢喜门来做事 加了什么添加物 没人晓得 各个机关各行其政 油品原料 归经济不管 卖到了市面上之后 又换卫福不管 海关的进口添加物 缺乏有效的追踪 政府的各大部门 一起为黑心业者 大开方便之门 我们想象中 今天假设我知道 同业绿素进了 比如说进了1000公斤 我应该立刻 都知道谁买去了嘛 可是你看看 我们是一泊一泊查 突然到这一家 这家就去查 明白了 老板去 在源头这些关键的一些 签加物或它的食材 我们缺乏有效关注的机制 你怎么让在进口海关 或经济部那边的资料 还有跟我们这边 卫生福利部的资料 还有是不是食品 就一样要食品进口 它真的需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比如说可能你要30到5的计划 去把这整个系统架构起来 我已经向这个黑心食品宣战 要清除所有的违规产品 严惩违规的厂商 一再宣战 却又一再被挑战 用一种滋味如此所惜 是一种芬芳来自土地 这是去防我们一些君子 不是去防这些小人 这个制度既防不了伪君子 也防不了真小人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这个政府才会痛定思痛 停止装容作压 那一种责任从不曾忘记 我们的食品安全 照道理来说 至少应该要有五个单位 共同来负责把关 从最前线的农委会 他们负责是台湾本土农产 渔产 那么进口牛羊猪肉的安全 环保署负责像是农地 还有水源的保护 那么如果进口商品或者是加工品 那么就是由海关还有经济部 共同来进一步检验 最后上市之后的商品 就由卫福部来负责 另外还有所谓的三管五卡 层层把关乍听之下 好像是滴水不漏 但为什么我们还是会 花了一些高价钱 买到却是劣质米 人们不知道的事情是 山水米在被媒体踢爆之前 他们已经违规了几次 十八次 相关主管机关是怎么处理的呢 如此一家前科累累的粮商 还可以继续地做生意 纳出来黑心钱 在舆论压抑之下 这一回我们看到农委会 终于是撤销了全顺的 粮商执照 吊照 感觉上面似乎是很重的处罚 好像大快人心 但令人吐血的是 你知道吗 全顺老董他们家族 手上一共有九张的执照 被你吊销一张 又算什么了 我们继续来看CNN记者 陈志涵 邱萌青的报道 那边有人在卖大闸蟹的是不是 那边是人家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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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是农委会的事 法教餐厅是卫生局的事 所以这老鼠 早早跑到尾不下来 好几个人管 他就一直跑就没人的事了 哈哈哈哈 陈江松一语道破了 各部会之间的矛盾 农委会管区大湖边 天上飞的水里游的 地上爬的田里种的 农林渔墓通通都由农委会 做第一线的把关 部分进口的商品 就由海关、经济部 共同控管 上市之后 就统统归到了卫府部了 三管无卡的说得好动听 最后冤无头债无主出了事情 一推二百五 你知道吗 每天有上百万人和你吃的 都是山水米 山水米 为全台湾吃食 开饭 台湾第三大的粮商全顺 推出了稻尖鸭山水米 号称是用鸭子吃害虹 不撒农药 生太重植 董娘坐在田间 看着小鸭悠悠 笑脸盈盈地打广告 搶下了高市战旅 却被民众踢爆 这一包包标榜高品质的台湾米 里头根本一粒台湾米都没有 今天犯了这个错误 我代表全身山水米 跟大宗道歉 还是请大家给我们一个机会 可爱的稻金鸭绿油油的生态农场 原来只是样板戏 民众检举送宴 农粮署一调查才发现 粮商无粮 用劣质的越南米混冲台湾米 还加码爆料 旋顺在2011、2012年的两年间 一共累计违规了18次 要是我做了改变 所以许多粮商都是一样这种现象 所以我说我18次不是最多的 不是最多的 产地不对 品种不对 品质太差 18次的违规 董事长还在推说只是疏忽 可笑的是 这些说辞 农委会全都买单 他很厉害 他都会在一个月之内把它改完 那我们就不能开完 他就逃脱了 18次限改没罚款轻松了过关 直到被逮到了用越南米混冲 媒体披露才轻罚20万 9月又抓到4款米的品种不识 罚了44万 你知道全税一年赚多少吗 20亿 有关于102年第三季的市售稻米的检验结果 我想有两点重点跟各位报告 第一点 这个 一开口就笑场 记者却不晓得笑点在哪里 这场记者会是被媒体逼出来的 7月8月9月 农粮署扩大抽检市售的包装米 再验出全顺的长糙米混冲造假 另外中芯米三毫米也都有问题 直到11月 这份报告还被锁在农粮署的抽屉里 这个外界有质疑说 那是不是农粮署有包庇业者 我想这一点各位放心 农粮署是中央政府的稻米的主管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披护业者 到我们过期的习性应该在11月上旬 所以我有坦诚 我们这次有稍微吃饭 这我替童年做一点缓冲 我们什么时候要公告 我们从来没有互订 一下说法规改变 一下子又说人力有限 这里有很多 处罚的标准也从来没有可准 你要考量他的立场 理论上要给他一个改过制限的 一个月为期 那这一部分你如果再改过 我们就不给你公告了 就算收到他在违规 也就也不会被土下粮商制造 因为他就是不在你的肚子内 是 稻米是台湾人的主食 农粮署对于粮食的管制 竟然说不出个标准作业的程序 副署长被问到了无力招架 最后气急败坏 吐出了这一句话 因为我们的长官都会忙 长官也经常在出家在开会 所以那个公文批的比较慢 官员很忙的话消费者全力都应该 内部长官好几位 大家真的都好忙 烈米还没有查完 又爆出了毒米 知名大厂立月光 涉嫌排放有毒废水 还撕买管线 水中的青花物 葛 镍等八种重金属 超标将近千倍 恐怕已经污染了彰化的农田 彰化检察官要求农粮署协助 追查毒米的流向 官员的电话转来转去 最后转到了一个 粮食组的苏组长的手上 没有配合的意愿 一开始是强调所谓的 要先厘清权的 然后属于他们的 他们才要来做 先沟通嘛 而不是先退掉 农粮署的组长脑袋清楚 一开口就厘清了责任 他说农地污染 是环保署的业务 到紫生哥之后 进入了工粮股仓 才算是农粮署的事情 他们没有办法检验 氢化物等重金属 直到检察官借来的手机 要当场录音 这才立刻改口令 因为买案管这些事情 大家应该 只要住乡下的人 应该都会知道吧 那些水整天排出了 一段时间 就一天或一个礼拜 裡面有几天会觉得很臭 政府都不会抓 你检验就知道 这边有重金属残留 你会不会追粉碎 你要叫农民要示虑 你怎么不叫厂商 不要把污水排到 那个农田里面去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台湾到之后 你看最近开始追究 变成追究农民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状况 被水流入了灌溉的沟池 流了多少年呢 就喂养了台湾一代又一代 直到溪水变得乌黑 官员们还浑然不菊 小农无辜 莉莉皆辛苦皆经 被低价的收购 再被黑心粮商 混沌进口低价米 压低了本土稻米的价格 这数十年来如一日 一百斤都在七百到一千块左右 我当时在做白米炸弹课之前 投书媒体就写这个 到做完白米炸弹课 关回来了 还是这个价格总共工两 提升了三到四次的钱 你农回了关 你都不会想吗 环环相扣恶性循环 奸商徒利 这背后总有用力帮忙粉饰泰克 我们希望各部会都能够多做 在农田里面的时候 我是属农委会的 在沟渠里面的时候 可能是环保属的 每一个人一推256 大家都觉得不是他的责任 各部会其实都可以 多管一点 多金河一点 炒面话讲两句大家都会 要靠三关了 等下杯子才有办法了 几次的实案风暴下来之后 我们看到政府一路挨打 总是慢慢拍 但是面对商周的毒奶报导 卫福部和农委会 好像终于硬起来了 农委会和卫福部 在商周初刊之后 不到48个小时 火速地自行检验 而且随即召开两次的记者会 公布他们的检验结果 强调牛奶禁药未检出 同时间强烈地质疑 商周的检验方法 不合乎国家的标准 下达了最后通牒 要求商周 你必须交出你的报告说明 在政府的公权压力之下 商周是道歉了 但之后怎么发展 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在乎了 而值得关注的事情 是这一次的事件之后 是不是有可能会引发 媒体的寒蝉效应呢 而媒体在监督整个食品安全 卫生上面的角色扮演 又应该如何地拿捏呢 我们进一步来看 这次人记者陈志涵 邱某青的报道 所有都有塑化剂 所有都有残余农药 所有都有抗生素 商业周刊引用明传大学 生物科技系副教授 陈良宇的检验结果 指控国内农场 可能滥用动物用药 导致残留 还点名了9款的乳品 残留避孕药 塑化剂 止痛剂 有害人体 这报道一出 吓坏了所有父母亲 看看这封面上 小女孩 唇边残留的白色乳汁 令人不寒而栗 东妈很怕 东都没有什么东西 讲不到什么东西可以吃 如果市售乳品过半沦陷 那么从洛农 挤乳业者 农委会 一直到卫福部 通通难辞其咎 这难道又是检验破功吗 卫福部和农委会 立刻发动所有资源 专案送宴 通常需要好几天 甚至几个星期的筛检 一天火速公布 23款乳品的样本当中 7样符合国家标准 其他16件呢 农委会没给答案 再隔一天 要是说 他四点之前没有送出来 那么我们依据行政执行法 可以处五千块到三十万块钱 卫福部接力反省 也说被点名的产品 根据国家规范通通未检出 要求上周立刻交出检验报告 和实验室的名称 否则就要开罚 这态度 比之前面对各大企业更加的强悍 就黑心媒体啊 黑心学者啊 那你为什么不是很理想 同一时间 学者教授 前政府官员 接连出面痛批商周 欠缺专业不够严谨 危言耸丁 草率报道 这强大的压力一面倒向的周刊 下达最后通牒交出报告 我对我的报告负责 我只是看到神 我说了神 我们其实是用一个国际的标准来做 现在我们做的是八十分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规格 一个国际比较先进的趋势在做 可是现在我们的政府是用六十分的标准在做 商周自愿检验的项目比国家政府更广 因为避孕药 止痛剂 安定剂 其实根本不在台湾深入检验的范围之内 再加上弱农专家的访问 只指深入的监控有缺陷 但食药署并没有反驳滥用动物用药的指控 而是集中火力猛攻 商周的检测漏洞 只适合作为初步的解读 不适合作为最终判定依据 并且奏下结论 商周出自于所谓的合理的怀疑 试图透过科学实验的方法佐证背书 然而却被外界质疑 这科学证据力根本不足 连原先合理的怀疑都遭到了质疑 商周最后发出了声明道歉 但政府并没有告诉社会大众 商周究竟错在哪里 质朴图间有相当的差异 知识密件 是 它有公开给我们指导 我们觉得 不等于是说要向全民 食药署一改先前强硬的姿态 拒绝公开商周所提供的 检验设备方法和地底 双方比例之后差异有多大 也不讲清楚 甚至原本说要开罚 最后也不罚了 直到事发之后的两个星期 我们再向食药署 索取完整的报告 结果却得到这样子的答案 我的检验报告 对对对 食药署是编的 应该是没有啊 应该是没有 对对对 它没有出报告吧 但是有结果啊 有结果没有报告 对对对 没有报告只有结果 标准答案就是符合国家标准 和胃检出 什么叫零检出 你的标准定在国上 你们也是都说胃检出 零检出什么的 到底在哪里啊 它的重点不是在市售的咸乳 是生乳 农统会的监测里面 并没有提到消炎止痛药 可是我所看到的资料里面 在这个欧盟里面 其实让消炎止痛药 疫情都在验了 就是各种可能会用的 方向都会验的 检验数据不公开 是残留量少 还是根本没残留 对照国际 无论是美国和欧盟 光牛乳的动物用药 检验项目就高达了数百种 卫福部和农委会 却只验86种 这够吗 两个部会竟然不同掉 农方跟卫福部 会有一些增值的地方 合法使用的药品 卫福部如果没有公告 这个药品的安全容许 它就变成零点数 现在还有200多份的安全容许 卫生署还没公告 农委会合可的药物 若农可能已经开始使用了 但卫福部却没有检验 或者是明定出 容许残留的标准 形成了灰色地带 而是莫法规定 农场必须要有兽医进驻 避免用药期间 乳汁继续地卖出 这一样是有法但没有法 许多规范跟容许 完全没有过计划 以前是没有执行啊 我要求明年开始 如果没有兽医治就开法 很自豪地说 我们台湾的食品卫生管理法 是几乎是全世界最严格的 我听得都要吐 我觉得这种烂观啊 我们有全世界最严格的法令 可是我们也等于是有全世界 最不严格执行的政府单位啊 读员管理松险是叙事 国家标准也在数化季 毒淀粉及毒油事件过后 一再地破功 那么即使媒体没有国家的资源 做最机密的研究 那么这份报道 是不是就代表完全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当然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扮演这个就是监督的角色 它牵涉到是有科学相关的资讯 那这部分就有一些 比较严谨的要求 整个这个过程的严谨度 都是需要交代的清楚 与其说它是有牵涉很大的这个 新闻伦理或的问题 其实真的还不如说 它就是它报道的不够正确 我想它是提问题 可是对政府机关来讲 是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啊 也许会有一些少数的训问业者 为了它的乳牛的产量 它会去用很多你没有想到的药物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 国外也很关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不应该这个事件只是这样子就 就over了 可以说上周是造假 对报导内容我们是不予置评 一句不予置评 保留了多少模糊和弹性的空间呢 报导内容是不是正确 我觉得不是卫生单位的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 已经把这件事情澄清了 还是应该要鼓励社会大众去做检验 因为我们有读的东西是几十万种 检验合格不代表它一定安全的 食药署它是需要去建立 跟维持这个社会信任 他们是有及时的回应 可是资讯有没有透明呢 其实我想会画一个问号 那再来就是说媒体有没有这个责任 要找到一个国家级的这个 我想这不是媒体的责任 正因为媒体没有国家资源 在追求科学正确的过程当中 就必须格外的谨慎 避免争议 造成社会的纷扰 这场风暴 着实让全台的媒体都上了一课 然而我们的政府又学到了什么呢 什么时候才能够让食安规范全面的提升 和反击媒体的力道一样的迅速 一样的高标准呢 在一次又一次的神安风暴后面 到底有多少我们看不到非常丑陋的官商勾结 现在还有多少不肖黑心业者 他们躲在角落继续干那些伤天坏理的事情 太多了 在我们有限的机场人员之下 根本是抓不胜抓 我们能够借由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告诉那些正在干坏事的人 你必须要为你的行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让他们一次就痛到 否则 类似的弊案将会层出不穷 因为为了赚取暴力 总是会有人挺而走险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起书 我说明想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